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們一週新聞 當然重點放在中吉烏鐵路 這條鐵路 很厲害 真的好像我們國家所言 是對於 我們三個國家 以及一帶一路 是非常重要的戰略通道 因為20多年 現在終於 就可以起了 10月份起 這件當然是大事 接下來會跟大家說一下 老美就 江河日下 完全玩完了 連他最大的債權國 日本都開始賣美債 這次真的蠻麻煩的 當然要提一下班農 盧英 在干涉 我們中國的內徵 這幾點都要跟大家聊 節目開始的時候請大家訂閱港理台和帶他上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支持 A君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講講中吉烏鐵路 中吉烏鐵路在昨天6月7日 三個國家 簽字的儀式 確定開設這條鐵路 10月開工 這條鐵路 好像阿成所說 已經興建了20年了 如果建成之後 新疆 中亞 再去波斯灣那邊 連繫 都可以說是一個非常重大的project 三個國家都可以發言 首先 這個 澤波羅夫 這三個國家共建一帶一路的旗艦project 建成之後 就會成為了 亞洲通去歐洲和波斯灣的新運輸線 亦都可以促成 這個完善各個國家 以致整個地區 互聯互通加強經貿 王來 同時間 亦看計劃 中吉烏鐵路 就由新疆轄十 去到 這個 套爾 朵特山 的口出境 然後就經吉爾吉斯 歐十州 卡拉蘇 很難讀 到烏茲別克斯坦東部重要城市 鵬雜延 穿窗 523公里 中央那裏 213公里 吉爾吉斯260公里 烏茲別克斯坦 50公里 出來會怎樣呢 將貨運的 路程縮短多少呢 這條鐵路 500多公里 原來可以將貨運路程縮短多少呢 7至8天 很誇張 九八公里 所以非常之重要 難怪由97年傾到現在 當然了97年傾到現在 終於落實了 因為期間 俄羅賓對 中央的鐵路 就有點憂心匆匆 自從2022年 這個歐烏戰爭爆發之後 態度轉變 終於可以開工了 沒錯 因為這件事 之前 俄羅賓就不太贊成了 擔心 當這條鐵路 搞定了之後 吉爾吉斯坦 以及 烏茲別特斯坦 會變成 非常親近我們中國 但是現在為什麼可以搞定呢 原因就是 大家清楚了 我們中國原來真的是趕順收穆 以及 不會在 俄羅斯出現問題 的時候 踩多他一腳 反而會協助他 令到他再次強大 這一點 俄羅斯看到 當然是覺得 沒問題了 朋友 是要日久見人心的 不是 你想做好朋友就做好朋友 是看看你 說和做 是不是 可以同一個標準 好朋友當然是患難見真情 不是 在有利的時候大家才會合作的 說真的如果沒有中國幫忙 其實俄羅賓在老美制裁的時候 我想好像現在 再重新再發展是非常困難的 當然我們也是 互利互惠 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次對我們習主席來說是更加 開心的 因為我們都用視像 去參與 大家的簽約儀式 這次的簽約儀式 其實就真的標誌著 我們 跟一帶一路 是真的開戰了 俄羅斯有沒有利 絕對會有利 而且這個簽署 大家已經提供了一個非常堅實的 法律基礎 這個由徹想變成現實 向國際社會指現了 我們三個國家攜手合作 共同謀發展的堅決決心 對於吉爾吉斯坦和烏茲別特斯坦來說 可以振興他們 國內的經濟 以及對於整個中歐班列 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是不是 喜君 沒錯沒錯 剛才所說的 經過完善 減少了七到八天 亦都 省了九百公里的一個路程 以及整條路線 經過多個國家 以至到波斯灣 變成 經濟大動 非常之明顯 對 沒錯 這一次的大動 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的戰略 因素 就是 老美本來想搞亂 整個中亞地區 現在應該搞不定了 是不是 呀 尤其是 為什麼 新疆 更加清楚 因為 有些國家 看見 我們中央 搞一帶一路 搞得非常成功 而一帶一路 出口位 就是在新疆 就可以串連 入到歐洲 去到波斯灣 等等 有些國家 就想自己 霸權永續 於是 就要 炒我 一帶一路 這些 能夠為 沿途國家 帶來重大 經濟貢獻的 project 變成 鑑操都要來的 屈你 屈你 滅絕斯坦 自己都不知道 說什麼 真是令人討厭 已經是非常討厭 我們不用說了 由於 吉吉斯坦 和 烏茲別特斯坦 都是內陸國家 還有塔克斯坦 中亞三個 然後 他們是移民 去阿富汗 還有 和巴基斯坦和伊朗 都輪接 整體來說 整個中亞地區 完全不同 我們看到 無論中亞也好 中東也好 這次正正顯示到 我們的合作 是非常之重要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令到整個物諾 打通了 任督而物 又再次打通了 跟著下去呢 吼阿大陸 真是 沒錯 順帶要提的 就是土耳其 都要加入金磚 我們昨天跟大家說過的 成一中原則 彎彎就不用想了 都是中國的內政 所以不要管 但是印度又不識趣 我們昨天的節目也跟大家說過 就是 印度 說要跟台灣 緊密關係 問過我們是中國 沒有問過你就這樣說 你真是不想玩 而且印度現在非常之熱 50度 那他搞不搞得怎樣 我們也聽過一句說話 就叫做熱帶無強國 你這麼熱 怎麼做事 還有國內經濟發展又不行 像中國好過啦 真的還玩那麼多東西 對於土耳其來說 這次 他說要加入金磚國家 其實都是成就了一帶一路 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裏 我們看到他 基本上是非常親美 還有 當初我們的第一手航母 經過他在這裏 也收了我們不少水 到現在我們終於強大了 他要加入 代表什麼 代表世界沒得玩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 現在金磚國家 似乎是另一個聯合國 A君 對嗎 又沒有這麼說 另外一個重大的 經濟上的 一個 友好 聯盟 或者是一個 經濟組織 我們不會搞 另起勞造的 我們不是好像 老美那樣 但是當國際秩序 開始被老美在這裏玩到殘殺的時候 是個重要的國際組織 重要的國際組織 還有一則新聞是要跟大家說的 你知不知道土耳其外長 剛剛訪問了 哪個地方 新疆 沒有留意 新疆 訪問了新疆 過來 因為我們知道土耳其 是最後一個穆斯洪國家 未跟中國展示非常友好 這次 他承認了 新疆是沒有問題 以及 不贊成 利用一些政治意識 去打壓我們中國 這次 土耳其的外長來訪問 新疆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土耳其 曾經 劇烈批評 我們新疆政策的一個穆斯洪國家 但是 這次不同了 你訪問了 以及已經表態 我覺得更加厲害 因為 對於整個中吉烏鐵路來說 對於土耳其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知道之前有香料知道 香料知道 竟然敢把土耳其 放出去說我不經過你了 這個玩法 當然不可以了 所以整個中吉烏鐵路 對於土耳其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次的短暫訪問 其實是在 6月5日 舉行的 由於當時 他在新疆國度過了一天 還有 大家知道 土耳其是屬於敵他民族的 以及 他當時對於我們中國的整體政治問題 他是覺得 親西方 用西方的語言 現在 現在 我們都知道他自己內部很不適 經濟上 又看到其他國家 開始減息 歐盟也減息 還有加拿大也減息 現在大家好像是站在同一條線 去對付美國 我們當然期望 中吉烏鐵路的發展 已經 確定會改變了 全世界的形勢 也看到這個中吉烏鐵路 應該起的速度會很快 我個人的估計 500多公里 A君 你覺得 沒有留意 基本上來說 500多公里 以過往的一個速度 以及我們的高鐵 因為這次 用闊軌的 不是用窄軌的 我覺得 起了兩三年左右 應該差不多了 所以大家值得期待 還有一部消息 我們還跟大家說 A君 有沒有補充 特決那裏 土耳其之前 玩這個大特決主義 想一度 用這個大特決的 形式 去找了 聯合 整個 穆斯林 那些自己有 但是近來 都出現了很多 新的因素 令到 好像他們都發現 再搞這些那麼驚驚的東西 就不是那麼 迎合世界潮流之餘 亦都發現 就開始了 一路 意向不知哪方 那樣 那個策略 就真的要大調整 好了 講一講 剛才提到 令人討厭 阿Sir 是啊 令人討厭的拜登 是嗎 還是拜登說的 令人討厭的 沒錯 對 我們說了這麼多 一帶一路的 擴建 去到這個 中吉烏鐵路 那樣 不知道是不是有關 我們就 6月7號簽約 6月4號 登神就接受 這個 《樹代雜誌》的訪問 說了很多東西 另一番的說話 就說到 竟然無端端 燒我們的 一帶一路 和我們中國 經濟 那他就說 中國經濟 正在處於 崩潰的邊緣 哈 哈 一帶一路的倡議 亦都令人討厭 哈 那他就說 現在呢 對中國的經濟 我就不是這麼看好 每個人在說中央有多強 中央有多強 但是呢 其實中央的經濟 正在處於 崩潰的邊緣 然後他還在自問自答 他們經濟 蓬佛的想法是怎樣 算了 一帶一路 令人 辛厭的倡議 他叫我去參考一下非洲 是不是非洲做得很好呢 又說有很多違約 又說有很多厭债 大家知道在過往很長的時間裏面 拜登政府都說一帶一路 是一個債務陷阱 這幾年裏面都很突然 因為只有這兩個總統 其實 玩得如何呢 大家知道 當初特離譜說 我都很想加入一帶一路 但後來不玩了 就打算用自己的方法 建立一條新的一帶一路 包括現在拜登提出的 香鳥之路 都不知道去哪裏 什麼鬼尿 變了香鳥之路 變了香鳥 對了 是香左的香鳥 沒錯 香鳥之路就有份 真是香 交給你 那要講一講 既然他這樣說 我們中央的經濟 亦都這樣說 這個基建 做得這麼卓越的一帶一路 那我就跟登神 你補一補貨 見你快來了 又說要參選 那我就跟你review一下 以及preview一下 首先 preview先 講一下你老美經濟 你說我們中央經濟 講得這麼過癮 那我就引述 在你老美入面 一間 跨國 投資銀行服務公司 這個 Piper 的一個機構 就是 裡面的 首席全球經濟學家 的一個 叫做 穆罕密德 埃里安 的一個分析 他就看到 通常 聯儲局 加息的周期 去到多久會衰退呢 加了10季 就收工了 開始衰退了 最多撐到16季 現在呢 玩了八季了 差不多了 看一般的上落的慣性 除了說上落慣性之外 這些不是的 很準確性有限 你剛才都說了 這個成十幾季都能撐到 又說平均十季 division很大的 那我就接受 不如我們再看微觀一點 好了 那些數據顯示 這個三個月的 測量 這個老美 19個州 就佔了 老美的豬頭餅 40個巴仙 哎呀 平均失業率 增加了0.5了 即是換句說話 30個州 19個州 佔了4成GDP的地方 開始失業率攀升 老美的數據顯示 4月 12個月內 30個州 那個失業率就上升了 通常 經濟 不行之前 當然是沒有東西做 好了 再沒有東西做之前 也有另一個顯示 就是 企業信心 是 不行了 原來 全美獨立企業聯盟 對 小企業進行了調查 發現通貨膨脹 令到銷售低迷 老美的小企業信心 由3月 一路跌 跌到多少呢 11年新低 當然新低啦 喂 A君 我們都知道老美最喜歡搬龍門 我們都很清楚 他把兩個很重要的數據 剔除了通帳之外 通帳的指數之外 哪兩個東西 一樣就是能源 一樣就是食物 那你全都玩了 是不是 這個就是這樣的 他一向有兩種數據 一組就是 加食物和能源 一個就是 除了食物和能源 因為 加上食物和能源 就很大程度上 受到 外面的 物價 去影響 是的 但是如果是說 糧度經濟是不是過熱呢 那你外面物價影響高低 影響到 內部經濟熱度 所以糧度內部經濟熱度呢 就 除了 這個食物和能源 但是如果真的看價格 即是 有沒有升到啦 那就要加上去的 變成 兩種 的 indicator 通常呢 就 measure 不同的東西的 通常 嗯 但是 回到這裏 回到這裏 科普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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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的 科普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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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再講講其他那些 特別的東西 這樣 好了 剛才說了 兩個重要indicator 就是 信心開始降低 兼且失業率 開始上了 留意了 老美的豬頭餅 其實其中七成都是消費開支 變成 失業率的上升 其實那個sensitivity 就可以影響很大 那大家都想像到啦 沒有東西都在爭老闆的時候 那當然 那些消費 立刻回落啦 而這個回落呢 是影響到 那個老美的豬頭餅 拆成 所以大家 都要看著這件事啦 還有呢 開始發現 就是 credit card 那些的 拖欠率 也都開始 踏向 新高 變成 大家都開始 怕怕 會不會 economy 出現問題 但是呢 我們看股市看不到的 是嗎 為什麼會看不到呢 股市還在創新高啦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因為 據這個分析所說 其實老美已經出現了 經濟兩極 嚴重的分化 就是有水的好有水 沒有水的好沒有水 而這個嚴重程度呢 是去到歷史新高 所以呢 出現了一個狀況是什麼呢 就是你不行呀 你信心低呀 你找招不得慢呀 你沒事幹呀 我沒事呀 是啊 股市繼續炒 我沒事的 就變了有這樣的狀況出現呀 我看過一個消息 有個分析師就說 其實他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兩夫妻退休人士 他們的生活 就不是太差 因為為什麼 有投資股市 所以在股市 他們立了不少 但是對大部分美國人 其實他們的感覺 就不同了 因為他們沒有投資股市 沒有辦法跟隨股市一起 現在美國股市最厲害的就是AI 英偉達 創新高就超過了蘋果 以及你的消費者信心指數 大部分人 包括潤在美國的人 那他們是不是生活到呢 基本上 我覺得很難生活的 有水也是覺得很好 但是根據我看到一個 住在美國的 所謂的大V 就說回美國的情況 牛肉的價格 就升得很誇張 差不多40元 一斤人仔一斤 一磅 一磅牛肉 一磅牛肉那麼貴 因為美國人 以牛肉為他最主要的主食 不是豬肉 所以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說 他們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油價方面 加州比德州貴 德州的時候 整個價錢 升了很多倍 升了大概兩三倍 所以對他來說 他的體感的加幅 是非常得人害怕的 美國物價其實是升超過 一倍以上的 保守估計 包括原油和食物上高 他說很難生活 如果再繼續下去 其實美國會很不行 如果萬一 萬一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股市倒閉了 那怎麼辦呢 本來覺得沒什麼問題 就覺得有問題了 對不對 英軍 告訴你 是啊 所以就變了 好啊 這個根本 一般民眾 已經開始不跌 其實呢 現在 頂住 就是 上層那班 在炒 大家開開心心 或者中上層 但是呢 這件事會不會蔓延呢 其實 你的基礎不行 即是基層不跌 這個蔓延的機率 是極度高的 如果蔓延下去的話 連上層都倒閉了 那 阿登神 你自己看著 不過好像你所說 加了息 周期開始了 一般來說 都差不多了 而 很不幸地要跟老美說 所有的 Leading Indicator 包括了 商業信心 以至失業率 都開始 向著 頂你不順 的方向走 所以 阿登神 你這麼多時間 在留言 我們5點幾%的經濟增長率 是陷於 這個經濟崩潰的邊緣 你就不如用多點時間 看看你的 點多兩個%的經濟增長率 是不是真的 塌 By the way 我就要講一講 你的經濟增長 跟我們的經濟增長 的來不多 都是一模一樣 是記 Real Growth 即是 經濟增長的Nominal 即是大數 減回通脹 我們通脹 就有目共島 價格非常穩定 所以 這個數字 就可以 相對可信 主理老美 我就不知道 你用哪個通脹率 好像剛才 阿sir所說 如果一計算 牛肉 汽油 這些 才是 基層市民 用得比較多 尤其是 食物和能源 譬如 一個有錢佬 吃得多少 難道一餐餐吃牛肉 都佔他自己 那個收入 都不知道多少 萬分之幾 但是普通家庭的話 真是 proportion 就很 sillificant 所以 計算 這個數字是怎樣呢 即是 這些 食物和能源的 升幅 是對基層的侵蝕 是大很多的 換句說話 是什麼 即是換句說話 你就越來越貧者越貧 富者越富 還有 你經常計算通脹的 portfolio 說不定有水的那些人 就不是很覺得 因為他等錢下去 這個食物能源太少 但是基層就等很多的 即是換句說話 你所說 那一個 的 增長 是不是 0.2%呢 我就很質疑了 你告訴我 你只要 adjust 你那個能源和食品價格的 比例高一點點的話 我幾乎可以肯定 你的增長 已經被你的通脹蠶食了 有沒有數據造假 或者水分 大家聽完自己想 好了 所有的奉勸 燈神 你搞這麼多 中央經濟 不妨 就用多些時間 看你老美經濟 你在上層 收股息 就很過癮 不過基層那些 好陰公豬的 呀 可憐一下他們 領導 現在是在收債息 美元的利率 真的很高 我不用去拼命 我都可以拿到 4-5%的回報率 那我為什麼還要去投資 股票就給你炒一下 有錢就是 是啊 沒錢就 壓招 不要壓牛肉 絕對是 壓招 菲律賓很多招 賣不出去 因為那時候 我知道他的出口 已經是減了三分之一 中國不跟他買 反而在越南 購買一些招 其實這點是很棒的 我們看看彭博經濟研究 他就說一件事 我們看到歐洲減息 如果歐洲沒有重大覺醒的話 歐盟將會成為 影響力大大減弱的全球力量 爭奪經濟主導的地位 將會是美國和中國 這一點是值得商榷一下 美國不能爭奪主權地位 我不知道是否正確 因為我們看到了 現在通脹那邊就開始有些反彈 因為大家知道 目前來講 整體的經濟 都是遇到一個很大的風險 還有 人工又要上升 雖然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一點經濟回暖 但是基本上都是中國帶動的 中國佔了全世界多少 中國帶動力量 帶動力量 好像是超過30% 我沒有印象 全球經濟增長裏面有三成是來自中央的經濟增長 好像是高達35% 我覺得是保守一點 即是三成這樣上下 就是浮動了 沒錯 中國有多少人口 全世界 80億人口 中國得了14億 大家自己計算一條數 比例真是很高 現在失業率 是不是到了歷史低點 很多人其實都是失業 然後 沒有辦法要生活 找一些比較便宜的工作 尤其是一些直谷的人 那些有很大的問題 聯儲局的時候 又說要吹要減息 因為看到歐盟又減息了 這次的減息 其實歐盟真的是很主動的 我覺得是脫離美元的一個非常關鍵的訊號 我不知道是不是請教一下A君 這個我們待會再講一講 在日圓再順道說 A君想現在說一講另一個就是基建 嘩好啊 基建怎樣 你說哪方面的基建 當然是說老美那些 他在那裡隔我們一帶一路 老美有基建嗎 A君呢 A君這個很好的質疑 稍後再講老美的情況去到多嚴重 那 剛才 Dunson 就先說 這個中央經濟就快要倒閉了 跟著就說 哎呀一帶一路令人身厭 這樣 那我看看 老美搞的那些基建 又怎樣搞法了 大家可能就很記得 這個 B3W 這件事 Build back a better world Dunson你搞的 不過呢 原來這個已經是中間文來的 對上做了一個文 對下又有一個文 是甚麼來的 對上和對下那個文是甚麼 對上那個文就不關了Dunson事 關了特離譜事 2019年搞的 大家可能已經完全忘記了 為甚麼忘記了待會再講 那不像很大 聽說40萬億美子 我聽說是 是啊 這個B3W 是啊 沒錯 首先就說回 2019年 這個呢 特離譜時代 那個呢 美澳日 三方推出的記憶 大家記不記得了 我又忘記了 這個呢就叫做 藍點網路計劃 是不是很陌生呢 當然啦 沒問題呀 他也說話了 就是 目的是要在 開放和包容的框架裏面 出逐了這個新品質 可信 全球基建設施呀 搞了甚麼呀 沒有 沒有人提 沒有人說 好啦 第二個 阿sir剛才提 就是 B3W 40萬億基建 到底現在籌到多少呢 好像是數以萬計呀 美子呀 哈哈哈哈 一萬美子 賣就是不知道幾球那些啦 哈哈哈哈 數目小到呢 就真是令人 啞了呀 那麼他就說 40萬億的基建 好啦 這個禁煌 紅塘大計 二十二一年推出呀 跟著呢 就去到二二年呢 就來了啦 這個realistic 的呀 這個是怎樣呢 就是 登神和 G7 推動的一個 全球基建設施 和 投資 夥伴關係 簡稱 PGII 之前呢 這個三個BW 這個Build Back A Better World 就說 四十萬億基建 好啦 這次realistic 隔了一年之後 它又是說呢 要去到二零二七年之前 集合 六千億美子 哇 四十萬美子 變了 四十萬億美子 變了六千億美子 真是厲害呀 不過到現在呢 都只是在歐洲呢 就說出三千億美子 準備出的那一隻 其他的呢 不知道呀 出鬼出馬嗎 我第一張照片給大家看的 裏面有 前英女王 還有頭髮亂了的約翰遜 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是2021年的照片 那時候是 六月的時候 那時候就已經說了很多 四十萬億 還有馬克洞在旁邊啦 馬克洞還存在 其他已經 拜登也很快不存在的啦 一左一右 站在左手邊這三個 其實 拜登應該是最後一個 拜拜的了 馬克洞還有兩三年 可以玩的 那時候就說要重建更加美好的世界 你要歐洲拿三千 出來沒所謂 沒問題 我們可以去做 但是2021年到現在 有些什麼做了呢 其實是零的 老命有沒有拿錢出來呢 是沒有的 那我也跟大家說過一句話 就是前 中情局的局長 也是國防部長 就說了一句 拜登過去四十年 對於國家安全 以及外交策略上 問題 他就是犯了很大的錯誤 一直不停犯錯了 四十年啦 人生有多少個四十年 你已經四十年錯了 你現在會對 你不要玩我啦 你現在對的時候 你現在不用教我老美這樣啦 一切就是為了選舉 還有 你要投放之餘 我都說了 不是在上層講完之後 跟著去做的嘛 你應該反過來 上層 有些看法 交給你中層的人員 去看我們逐步逐步談 去對接 你的國家的制度 跟我的國家的制度 是不同的 你有沒有了解了彼此的 一些法例上高 法例的框架 是不是可以做到呢 如果做不到 大家沒有簽約 那你 一口說 靠一口說 你怎麼玩呢 剛才剛剛也說過 土耳其為什麼不再跟老美玩呢 土耳其的一個改變非常重要 應該可以做一集專輯 跟大家談談土耳其的變化 因為 土耳其整個變化 證明 他是不會再次 西方的價值觀 亦不會再跟我們中國 在 新疆的地帶 攪拌 因為 特缺帝國 已經是真正 不行了 對於 可以當 他很清楚 他發覺到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我就完全國家就不用玩了 我就不會黏你老美了 因為老美完全在當地沒有力量 現在全世界 你只能黏一個地方 大家知道 土耳其是哈士奇 你既然是哈士奇 那你當然要找個主人 當然我們不做你的主人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互利共贏 我們平等對待 你不玩我 我們就可以好好地跟你談生意 還有當時 在G7 在G7裏面說 說以價值觀為導向 高標準而透明的夥伴關係 是不是很搞笑 有什麼高標準 完全看不到 還有以基礎為規則的國際體系 什麼叫基礎為規則 就是老美話山市 這個才是真正的基礎 當年 你玩一玩 你B3W有什麼可以做到 完全沒有 你說跟一帶一路去對抗 對抗條毛嗎 你自己國家內部先做好了 你現在國家內部有多少 基建可以做到出來 400多億 好像幾億 我忘記了 總之是有480米 480米 那個高鐵 對的高鐵 500米不夠 500米不夠 一個人跑得快一點 就應該可以大概 一分鐘內跑完 跑得快一點 可以 我還沒可以 我現在跑不動 還有 3.2億 那個碼頭 比風不夠輕輕吹走 你玩一條毛嗎 你不如好好的頭寒算 對嗎 我還沒你 所以 搞這麼多東西 終於有一個 comment 出來 就是 老美的基建 成績表出了 是拿多的 D了 放心吧 D了是死的 D而已 拿D而已 記住 你已經是合格的了 恭喜你呀 比合格高一點點的 這樣也合格 大問題 F就肥了 大家看著他怎樣 Dunson 你說一帶一路 令人討厭 我都知道為什麼 吃不到的葡萄 是酸的 做不到的基建 是令人討厭的 沒有了 老美是正式宣告完 真的很快 我們做節目 跟A軍做節目 我們做了四年多 這四年多 老美真的是急速下滑 不要說他的自己國際實力 而是整體上 在國際上高的影響力 是急速下滑 彎彎想清楚 你說12海里 我們要入就入 你敢射我嗎 你敢動手嗎 動手 謝謝你 不用說了 要唱一首 N年前的歌 坐著高鐵是 動手就聽打 我幾年前的歌是 2007 不是2027 我們坐高鐵去台灣 這個快的了 說了老美那邊 那麼特別 那麼特別 不行 要說說那些盟友 日本仔 日本仔那件事 跟歐迷一起談 跟加拿大一起談 也是一樣的 日本仔很大件事 A軍鑑你 怎麼大件事 原來有分析顯示 日本政府 就在4月底 到5月初 向市場投入 就是 9.8萬億 的日子 也 5月份的時候 持有的 海外證券 的規模 就減少了 504億美子 急降到9,280億美子 這件事 好像是拋售美債 不止拋售美債 而且是要夠急 大家想清楚 為什麼要夠急呢 不夠急 我就玩完了 我前一陣子看過一個節目 很過癮的 他說現在年輕人 你現在上班 你肯定是背著極大的債務 你每個月都是背債 每個月都是負數 所以那些年輕人 是完全 覺得我不如 半躺平算了 我隨便找回一份工作 打了去 還有散工 大家知道以前日本 不是躺平了嗎 什麼 躺平了嗎 但也要做一下事 吃飯 你包我火吃 就行 那我住在哪裏 住在網巴裏 很小的地方 或是流離浪蕩 最近的 流鷹都好像越來越多 我看到 而且整體日本 沒有什麼希望 所以你再不夠 是很難的 我剛才說過 你最重要的是 基層的生活 基層的生活 搞不搞定 這是重點 喜君 搞了嗎 沒錯 這件事 有江湖 有不少的傳說 其中一個說法 應該是 日本 之前 干預 日園 扔了美債 出去 順手 買日本紙 令到 日本日圓 在那幾天 啤啤啤啤啤 上回 但是 哎呀 到底這個干預 是不是成功 連他們國內 自己都不看好 之前 就有些訪問 走了出來 問回日本的官員 你怎麼看日本日圓 前髮那麼多波動 有很多人就問他們 結果他們就說 160 170 180 我也有機會 竟然去到這些位置 Sir 很多人害怕 所以你說怎麼辦 你如果再這樣搞下去 說真的 我說真的 美元 如果是 美元對日圓 如果 日圓跌到這個數字 對哪個國家最好 對魯美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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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便宜的 生產基地 對呀 還有借貸成本又低 對嗎 我 我其實 我可以真的 完全收割你了 但是對於日本來說 大劑了 但是我看到 他那些 有關金融的官員 對這件事好像 不是很認真的 表面上高 但現在終於動手了 你不動手 你真的完全搞不定的 你對於整個 你國家內部的經濟 你不是聽被人收割 喂 到時候 你真的 一萬日圓都不夠 我覺得擔心 日本要印10萬日圓的紙幣 是不是這樣說 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個資源缺乏的國家 有很多的原材料 石油 金屬 等等 全部都是要入口 如果 日本紙不斷貶值 變成 他們的入口成本 以日本紙計算 貴了很多 那他們的廠商 怎麼生存 可能出口 真的會便宜了 但是 價格怎麼搞 難道 這麼高的價 給自己國內的民眾 這樣的話 國內的消費怎麼辦 怎麼辦 所以 其實對日本 這個地方來講 他 這麼高度依賴 外面的資源的話 他的匯率 假設是跌得太過厲害的話 我們年輕的時候 的econ 哎呀 價格下跌了的話 就可以有助出口 是的 不過你要計算 你入口的成本 都上 這些國家 這麼 依賴 外國入口 我真的不知道他怎麼算了 可能 會再出現 一個大量 我是說大量 的trade deficit 再出 即是 過去 自從covid期間 日本都已經 是由 貿易營餘國 變成了 貿易赤字國 甚至乎 連他最店 的 曾經最店 的電子 產品出口 都已經 要靠入口 再加上 又是說 那樣 你排錯隊 你自己想漏的東西 你沒有搞新能源汽車 第二個project 打算搞輕能源汽車 都是搞到一鑊足 連現在的汽車業 紛紛造假 被揭出來 你的汽車工業 還能不能撐下去呢 我覺得不行 你只是看中國的市場 都已經是急速下滑下來 因為美麗不會賣你 便宜也不會賣你 你還要爆了 這樣的醜聞出來 新愁舊行 再加質素低 我幹嘛要理你啊 所以呢 可以說 你日本 這次這樣搞下去 是會 嚴重地影響經濟 由金融那邊 再去 實體經濟 都受影響 到時 就會落入一個 所謂 久追久尾的下滑 就是 你越不行 於是 你就越想 去 降 這個 匯率 降 匯率 就搞到 這個 入口 就過季 跟著 就開始 就是 那些 貨幣又搞不定 跟著 你自己的那些產品 其實又開始 不好賣 結果呢 又是 那些 Trade Deficit 就出現 Trade Deficit 不行 就令到 你的貨幣 也都越來越 不值錢 於是 就越 就在 惡性循環 下去 歸根結底 是因為 你的 Product 是已經不行 你沒有生產力 交回給 阿sir 這點我完全同意 我們 看回現在 日本的 最大問題 就是 它的 幣值太低 你做不到一個 平衡 只是你幣值低 不要緊的 你猜你當時 廣場協議的時候嗎 當然不是 而且你每一次的利率升降 都掌握在美國手上 那你就沒有主權 其實根本就是沒有主權 老美就是 跟韓國一樣 不過你更加嚴重一點 老美就是 在你那裏主軍 而且沖繩就是不屬於你的 樓球群島 麻煩你 就勾出來 老美就不要再托管了 讓他自己獨立 最好就是這樣 還有 我們看到 這次就有人說 日本出售美債 意味著 是獲得老美的墨許 但是是不是老美墨許呢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就很關注到 當初 中日韓 我們 三國的 一國會議的聯合聲明 他說到 有一點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第22點 23點 就是說到 經濟合作 和貿易 如果你不靠中國 我覺得他真的是玩完了 尤其是在食物 以及在基礎的 礦產 各方面 尤其是能源方面 日本現在很大劇 以前就有俄羅B幫忙 現在俄羅B 你也瘋了 中日韓 那邊有中日韓家 X 什麼中日韓家 X的合作框架 就是 我個人感覺 因為 日本和韓國 都需要很多 外國的資源 進來 你 如何進入資源 當然不可以名砌老美 所以中日韓家 X 蒙古國那邊 當然是 第一個國家 這樣做 會不會再透過俄羅B 過來 這是我個人的觀點 在經濟和貿易合作上高 如果日本 和韓國 對中國貿易 很大 最好對中國 可以做到 貿易順差 對他們來說是最有利的 因為他們都是以出口為主 但是他們有很多資源 是需要幫忙的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變相地 是和中國 市好 和基本上高 是第11本韓書的 是不是這樣看 是怎樣的 其實現在日本 和韓國 是很需要中國幫忙 在能源上高 協助他們 和在一些 生產的物料上高 協助他們 他們才可以降低 他們生產的成本 而且 中國是最大的市場 我是不是需要 由中國 開放給他們 出口的物品 去中國 而形成一個對日本 和對韓國來說 的貿易順差 是不是這樣說 起碼他就要拿回中央的市場 不然就像剛才所說的 那個貿易出口 真是搞不定 你會長期是這個貿易 逆差的了 剛才其實就說日本那裏 那個位子 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讀那些教科書都說 你價格低了 或者匯率低了 是有你出口 這點同意的 不過呢 其中一個最大的位 就是你那些企業能夠生存到 和你的產品 還是市場上要先 我就恐慌一樣的 就是當那些的石油 以至其他原材料 一直是這樣上的時候 那些企業 是生存不了 生存不了之後 和他生產的那些產品 根本就已經 不是那種價格的問題 而是需不需要你這類產品的問題 所以就令到他長期貿易逆差 再加 再繼續 就是那個匯率繼續衰下去 變了就真的不知道怎麼搞 沒錯 這一點是的 那再問多一個小問題 你覺得歐文 減息怎麼看呢 剛才我們說要講一講的 其實呢 我們說了很多 都關於 老美 和中央 一直都在玩膽小鬼遊戲 這個貨幣戰爭來的 就是 老美 想夾高息夾死人 亦都 希望高息 頂到其他國家 搞不定 那樣 但是呢 但是呢 他最想說其中一個要搞得 搞得壞的國家 想搞壞的國家 想搞中央 但是中央又頂得住啊 所以呢 老美就不肯減息 直到呢 要搞死的 中央為止 但是呢 他不斷加息下去啦 或者保持高息呢 就令到其他國家呢 頂不住 那麼終於呢 不可以陪老美一起瘋了 就說 自己搞了 自己減息啦 就開始呢 就有少少可以說 離隊 不陪老美玩 第二樣東西就是什麼呢 喂大哥 我寧願放棄自己的貨幣那個的 穩定性呀 對美月 要搞自己國內經濟算鬼數啦 你說我那個 匯率會跌的 跌啦 現在這麼高息 我頂不住啊 國內就快要死人了 那種 這絕對是 完全同意的 好了 不如我現在轉個話題 說一下班農 好嗎 班農要坐牢了 是不是呀 A君 是啊 班農這傢伙 終於 真是 惡觀滿營 他搞什麼呢 班農 回答 提醒大家 其實班農 總統特離譜的 前顧問 也是前 白宮首席策略B 這傢伙 我們之前有報導過 大忌院 其實跟他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當然 他搞大忌院 搞人 咬人的事 除了咬人之外 本身 也做了很多賤 其中一宗就是 國會事件 當然啦 國會事件 個個上庭 都斷得正一正 於是 他就用了一招 絕招 什麼絕招呀 就是 拒絕作供呀 壞硬的就不要上了 這招叫做 龜叔大法 來到的時候 縮到龜殼 不凸龜頭 不凸龜尾 結果是怎樣呢 就說你藐視法庭 這次就藐視法庭 是藐視國會 因為要出國會作供 由於藐視國會 最命成 現在半巢 4個月 他亦上不去上訴 怎知道 上訴失敗 法院 6月6日 勒令他 要在7月1日 支持 就到 這個監倉 報到復刑 恭喜他啦 我突然想起郭文貴啦 大雞元時報 那時候 又要被人 又要罰 他的CEO CFO 不好意思 CFO 6700萬美元 這一點真厲害 我叫他產業點多大呢 鋅 沒錯 沒錯 6700萬美元 億億 捐什麼都沒有捐那麼多 禍不單行 跟著特尼普 真的是一炮雙響 擔任呢 早前 3月的時候 舊民 一戰雙挑 一炮雙響 這當然要講一講 就是 特尼普 的前貿易顧問 這個納瓦 其實就在3月19號 已經在佛羅里達州監獄 報到 也是成為了 老美歷史上 第一個因為藐視國會罪而入獄的八公前官員 所以這件事 就是一炮雙響 跟著特尼普 都沒有好下場 我補充一點 我相信 拜登也會繼續這個情況 如果特尼普再上陣 他的官員要小心 可能特尼普的官員 和登神的官員 一起進入獄 身於西上 有幾個自己 這樣子 真的會有監獄風雲的 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這場戲我覺得挺好玩的 我們期待特尼普會是 首位 在監獄裏面宣誓的美國總統 OK 接著 要講講我們香港的情況 有兩位中審法院的海外法官 郭廉絲 應該叫郭廉絲 郭廉絲 和岑耀信辭任 郭廉絲透露基於香港的政治情況辭任 但是對香港法院和法官的獨立性 完全充滿信心 嘩 由於基於香港的政治情況辭任 但是又對香港法官的獨立性 完全充滿信心 這個很矛盾 發生什麼事 這件事 幾乎說得出口 他說對獨立性完全充滿信心 就是說對鄉島的法治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說香港的情況 是什麼呢 我們要講講香港的情況 引申到他的老家是怎樣的 沒錯 他的老家是怎樣的 老家是怎樣的 首先就要講 他們老家給他的壓力 在老英裏面 被制裁的官員 周圍向人施壓 眾所周知 老英跟著老美 在動我們 中央 搞滅絕絲 師太 所以就搞到 老英就跟著老美 去屈我們中央搞滅絕絲 的議員 被制裁 這一幫被制裁的議員 真是一不做二不休 繼續用盡力量 去搞我們中央 其中一件彈散 就是這個 上議院的 奧爾頓 越禁越多事情搞了 他竟然在去年 去信上議院和老英的報章 要求 老英的法官 辭去鄉島終審法官的職位 聲稱他留在這個中院那裏 參與 旭鄉島人 原來又是政治凌駕 法治 上議院的那些人 就做一些賤事 寫出來 這件事我們看到的 在2022年開始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玩 那時候 韋彥德 和賀之義 就因為香港國安法實施而辭任 韋彥德發聲明是說什麼呢 有沒有印象 他說是跟英國政府共同相討後的決定 就是政治壓力 說到明就算 這個完全是受到的 我們看到 有關的 國廉師 其實他們在香港 從2011年開始 出任香港的 中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 你現在的老英 玩法 其實是玩了非常之久 一直都是說什麼 中英聯合聲明 已經成為一張筷子 基本法也有了 聯合聲明 什麼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告訴你 大家要這樣做 現在完成了 你還在指指點點 喂 香港是你的地方嗎 一向都不是 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來的 因為 裡面所說 給英國 曾經 一段短暫的 開辦公室 等等 那些條款 已經 延長了 我們在中英聯合聲明 寫明日子是什麼時候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老英唯一在開辦公室 看著 鄉島的狀況 的辦公室 也都已經 閉嘴了 所以這份 是歷史文件來的 麻煩你老英的人 有空看看自己 簽過什麼文件 不要在我面前 說那麼多廢話 才知道的 大哥 嗯 沒錯 我們看看 老英現在玩 我們玩得很盡 但是的時候 我想 很快就玩完了 應該撕跌 應該差不多了 這次我們也看到 有關的 諾曼帝登陸 新委成竟然沒有去 反而被人摘爛 真是愚蠢到完全沒有政治智慧 只會跟老美 你就遲早玩完了 A 觀眾沒有補充 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一件事 他們的隊員就說 有些人想借這件事 鄉島的法官都頂不住 記住鄉島的法官 這次是說明 是因為香港的政治狀況 但是對香港的 獨立的 司法 是充滿信心 就是不關鄉島的事 也是因為 他自己老家裏面的人 對香港的政治狀況 指指點點而出現的壓力 鄉島的 法治狀況是怎樣的 阿Sir 我發了連結給你 OK 我先看一看 這個可以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個叫做 世界正義工程 World Justice Project 的一個 排名 鄉島的排名是多少 大家可以看 原來 鄉島的排名 在這個 八字水平 是排名極高 在全世界 是排到 Hong Kong SARS China 是今年排到 第23名的 阿Sir 老英 老美呢 老美呢 就真的要說一說 老美在哪裡呢 我一邊滾一邊滾 哎呀 老美在哪裡呢 26 喂 比香港還低 不過這個也不奇怪的 我們覺得 我又要回到 剛才所說的 老美呀 阿登神呀 你經濟 你們國內的專家 已經說出現了 向下調的一個趨勢 你搞那麼多的一帶一路 就在那裡滑餅 就沒有人能夠充到機 現在呢 連你經常說 發自社會 發什麼自社會呀 你不要在香港 糞糞糞糞糞糞糞 得閒過來鄉島 學一下東西啦 你老美 交給阿Sir 這個絕對是要學東西啦 老美 你如果不學東西 我想你 其實現在基本上已經是老美學不學東西 沒什麼關係的 我們補充一點點資料 就是 現在我們香港最資深的 海外法官 就是英國籍的法官 賀富明 已經90歲了 他擔任非常任法官已經26年 他表示計劃繼續在今年稍後來香港審訊 澳洲法官范禮傳也表示 會繼續擔任非常任法官 支持中院法官 其實在國安法 我們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成立之後 香港的法治反而越來越好 起碼沒有一些人用一些所謂的親西方意識 去搞亂香港 這些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節目時間到此為止 感謝A君 記得訂閱國內台 以及大衛上的頻道 留言 點讚 分享 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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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